她是正史唯一承认的女将军 千古独一无二的女战神 金国提枪灭仇扣 千军万马谁敌手 甚至皇帝都为她亲手提施 明末镇东大将军 秦良玉到底是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今天就带大家走进 历史上最真实的女将军 相传在公元1574年的正月初 秦魁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孩子的将生 躺在房间之中的夫人 声嘶力竭地呼喊着 嘶哑的声音中包含着生命的力量 突然 产房内传出来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 秦良玉从此诞生了 秦良玉 自素贞 在万里年间 出生于四川中洲 老秦家世世代代就居住在这里 秦良玉是地地道道的川妹子 都说川妹子长得水灵 有着南方姑娘的独特韵味 秦良玉也是一样 一双眉眼 十分清秀可人 活脱脱的一个美人胚子 而且秦良玉自小便聪慧过人 自小就是家里的掌上明珠 不愧是出生于 人杰地灵 山清水秀的名誉西边 秦良玉的父亲 是一位俊学共生 从小便游历四方 饱读诗书 见识广博 格局很大 他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 尤其是疼爱排行老三的秦良玉 虽是疼爱 但是秦魁却没有教授秦良玉 当时女人应该学习的三从四德 秦奇书画 也没有让女儿居于高阁之内 每日只能绣花 大门不出二门不卖 在那个腐朽的封建社会 秦魁破天荒地准许秦良玉 跟随着哥哥们自小习武 出门上学 抛头露面 在那个明朝末期 朝廷腐败的年代 秦魁目光十分长远 他认定天下大乱即将到来 于是加紧教授几个孩子的武艺 让他们熟读兵书 练习骑马射箭 秦良玉却不知是每日运动量过高 还是继承了父亲的基因 在其长成的过程中 个头竟越来越高 眉目之间英气勃发 早已没有清秀可人的样子 高挑端庄的姿态 活像一个谢了假的将军 而且他的文韬武略 已不输于哥哥 后来秦良玉逐渐长成 到了代价的年纪 可是他的眼光很高 只想找一个文武双全的英雄人物 作为自己的如意郎君 秦魁尊重女儿的意见 进行了以此比武招亲 附近十周八府的青年都来了 都想抱得美人归 比武进行到了最后 是一名叫马迁城的宣服使胜出 只见此人英俊潇洒气欲不凡 在宴席上面对秦魁的问题 对答如流 不愧是福伯将军马元的后代 秦良玉面对如此青年俊杰 早已是方兮暗许 不多时 秦良玉已经如一只扑火的飞蛾 坠入了爱情的深河 远嫁到丈夫家的秦良玉 很快便成为了丈夫 马迁城的左膀右臂 共同治理着石柱地区的苗疆人 在这期间 二人锻炼精兵 身处乱世之中 要时刻准备好上战场 如此才能为国立功造福百姓 于是在夫妻二人的共同努力下 组织起来一只石柱百杆兵 这样有着地方鲜明特色的军队 这支部队以百杆作为武器 矛端搭配着弯钩式的利刃 类似于勾连枪 专门善于对抗骑兵 而机会从来都是给有准备的人 秦良玉马上就迎来了第一战 万里二十六年 波州宣服使叛乱 朝廷派遣李化龙领军平叛 马迁城一同领兵参战 一天深夜明军遭受叛军席营 但是秦良玉早就猜到 叛军今夜会有异动 于是命令三千百杆军严阵一带 果不其然 他们真的来了 秦良玉率领三千百杆兵大破敌军 顺藤摸瓜 拿下了叛军七座迎战 并且秦下了他们的主将 随后百杆兵士气大涨 连续攻破了数个叛军据点 最后逼得叛军首领全家自焚 此时的秦良玉年仅二十六岁 评判总督李化龙 见到秦良玉之勇猛 亲自定制一块银牌 上书女中丈夫四个大字 用以表达总督对秦良玉的尊重之情 后来秦良玉的丈夫马迁城 因没有贿赂太监被陷害致死 尽管秦良玉与丈夫十分恩爱 但是他肩负重任 一边保证着地方的正常运转 一面向朝廷申冤 最终朝廷认定马迁城有功 绝未世袭 但因孩子年幼 便由秦良玉接替宣服时 万里末年 后今大局入侵辽东 皇帝一道诏命 秦良玉不远千里 赶赴辽东池元 带着他亲自训练的百杆军 同自己的哥哥和儿子 一起去往遥远的边疆参战 后今的将士十分凶悍 战斗打得十分艰苦 厮杀惨烈双方将士实力 差距悬殊 秦良玉寡不敌重白甘军 损失惨重 他的哥哥战死于山海关保卫战 他的儿子眼睛中剑 却没有放下手中的武器 反手将剑拔出 继续奋勇杀敌 最终秦良玉艰难地击退了敌军 后来秦良玉打完辽东一战 回到家乡征兵 恰巧遇到永宁宣服时反叛 叛军领袖害怕秦良玉的大名 选择拉拢这位女将军 面对重金的诱惑 秦良玉当即大怒 我为国家鞠躬尽瘁 这一枪爱国的热血 岂能被你的几个臭钱所侮辱 于是悍然起兵 进攻永宁的叛军 秦良玉此阵一鼓作气 将士们在秦良玉的带领下 如同离亭扫地一般 视如破竹 在一片海沙厮杀中 秦良玉屡战屡胜 最后逼得叛军头目自杀 这一战过后 朝廷念及秦良玉的功劳 将其奉为二品告命夫人 而后时间辗转 来到了崇祯三年 皇太极率领十万八旗军 突破山海关 来到了顺天府城下 包围了皇城 朝堂上下一片哗然 崇祯皇帝广招天下将军秦王 55岁的秦良玉接到诏命 二话没说 翻身上马 率领百杆军直奔京城而去 此时的秦良玉已经年尽花甲 但是却饱刀未老 忠勇之心 杀敌之志不减当年 在一片呐喊诸威之中 将八旗军冲的溃散而逃 最终逼得皇太极从皇城撤军 当崇祯皇帝得知 旧皇城的是一位女将军时 亲手提起玉璧 赐予秦良玉四首诗词 用以表达嘉奖与赞叹敬佩之情 金国英雄成功救驾 皇帝玉璧提师相赠的佳话 一时间传遍了京城 公元1648年 75岁的秦良玉 准备再次出征 但是跨上了战马却再也没有起身 一代金国女将落下了帷幕 替抚从军的花木兰 三军统帅的穆桂英 原文姬谷的梁红玉 临危受命的梵梨花 一代代金国女将为人津津乐道 但是他们大多都是虚构的 仅有秦良玉一人 凭借着血肉之躯 凭借着赫赫战功 载入二十四诗中的将相列传 而非列女传 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她的名字值得百世传唱 万古流芳 那么大家对秦良玉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